龍劍昇在上個月在香港完成了25場粵劇節之戲 任藝新分年農程之後 就宣布會在今年12月23日至明年1月2日 已經出十場紙差記 而阿炮已經附列了很多年沒有演出長劇 這次一定會引起破飛潮 而主辦單位新瑜國際負責人邱雅懷在電話訪問中亦表示 之前一直都叫阿炮去做長劇 不過阿炮很擔心一些合作的人選擔心不理 但在演出完任藝新分年農程之後 就覺得跟一班年青的演員合作得非常開心 所以他決定這套長劇將會跟年青的演員合作 希望為粵劇做一些盛傳的工作